大家好 我是肉粽水的千千 端午節快到了 還記得我們去年開箱13款肉粽嗎 等一下我現在有點止不住的下意 真是很對不起大家 今天又要來開箱肉粽了 但是這次只有一間因為 爺爺爺 我們感謝新東洋 感受到嗎 你有感受到嗎 好 大家都知道肉粽它其實有分為北部粽南部粽跟中部粽 北部粽它主要就是用炒過的米跟配料放下去蒸 那南部粽的話主要就是生米跟配料一起放下去水煮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今天還有吃一個是湖州粽 我個人其實非常的霹靂雨粽無敵超愛吃肉粽 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這個是培根黑豬肉粽 脫衣服囉 這時候應該要來個再來一次性感的特效 去年都有了 今年應該要來新 欸 蓋不起來 登登登 光溜溜 喔 一打開就是一個蛋黃來著 這個是培根黑豬肉粽 哇 先幫它解體一波 哇 裡面還有栗子 哇 這豬肉是有肥肉的 好香喔 解體是長這樣子 先來吃一口看看 一定要有培根跟黑豬一起把它吃下去 哇 你看這個 它吃下去的時候呢 它米飯其實已經有粽葉的香味了 然後裡面還有黑豬肉跟培根的香味 吃起來其實超Q又超香的 但我剛剛還沒有吃到它的栗子 這料超多的欸 你們肉粽喜歡吃哪一種的啊 你們喜歡吃有蛋黃還是沒蛋黃 有豬肉還是沒豬肉 有香菇還是沒香菇 有土豆還是沒土豆 逼到你了吧 這樣吃其實已經很好吃了 可是肉粽就是要加甜辣醬啊 其實本來已經很好吃了 可是肉粽再加甜辣醬 就有種人間兇器的感覺 人間兇器我好像形容不太對齁 一整顆的欸 吃完 下一課來開這個 黑豬肉香腸粽 我可以買這種現成也好 不然像我這種廚藝 可能端午節都過了還沒吃到肉粽 哇 你看這個 黑豬肉香腸粽 它這裡有超大一塊香菇的 然後有一根香腸埋在裡面 我們來切開看它裡面有什麼 哪里これ 喔 它是一整根香腸欸 它裡面其實除了一整根的香腸之外 它還有香腸的小碎塊 然後跟一整個很大塊的香菇 牛股 真的是一整根香腸在裡面欸 嗯 它的香腸也要去有肉汁 而且它不是我 因為我個人其實很不喜歡 都是瘦肉的香腸 所以它這個是 有瘦肉也有肥肉的香腸欸 不過它肥肉其實好像比較居多一點點 蝦肉盜 的 好 對不起 它剛剛熟的那個不是我撇瘋的聲音喔 它除了香腸和香菇 它裡面還有一塊黑豬肉在裡面按 鼻拔在裡面 еру 這… 對 好像都加黑豬肉香腸粽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吃肉粽 不要在跟你說酸酸 我的香菇是一個愛心 吃完了 那麼下一個來開 麻油雞腿肉粽 麻油雞腿肉粽的感覺 味道應該會滿神秘的 我跟你說味道應該會滿神秘的 老實說我就是吃過了啦 怎麼樣 接下來是這個麻油雞 哇 這雞肉也太大塊了吧 這到底是肉粽還是雞肉啊 你看這個麻油雞的雞肉有多大塊 先來吃一口 我們先來看看肉嫩不嫩 因為我覺得雞肉吃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非常的差 完全不會 它雞肉已經有麻油的香味 而且它雞肉其實非常的嫩 完全不差 欸 茶就是柴的台語啦 有人說天天柴都念人茶 就是我國語不是很好 我講什麼話 那個台語耶 它的那個麻油的味道是非常淡的 所以如果你很害怕很濃郁的那種麻油香味 它完全不會 它的味道其實非常的適周 然後再配上那個雞肉 吃光了 吃肉粽配豆苞好奇怪 吃肉粽要配什麼喝的啊 我只是S個 下一個來吃梅干扣肉粽 哇 後面看起來的我好奇怪 好像更糟 你看它除了豬肉之外 梅干扣肉 先來吃一口 速速看 速速看 試試看 它的梅干菜其實不是酸的那一種 它是有香味在 但不酸 然後再配上它的豬肉 其實豬肉它本身是有肥肉的那種豬肉 所以只要配上梅干菜 然後再配上糯米 其實非常的綜合 讚讚 梅干扣肉好了 來碗豬腳飯了 不知道為什麼 吃完了 吃完了 接下來這個是鹹豬肉粽 喔 裡面還有蛋黃 一整顆的鹹蛋黃 吃完了 然後那個鹹豬肉的味道非常的重 非常的入味 配上糯米的味道完全就是剛好 鹹豬肉真的是 鹹豬肉有點帶著那種 不會辣不會嗆的那種胡椒的香味 而且這裡面一樣有一整顆的鹹蛋黃 吃完了 接下來是胡椒粽 胡椒粽比較特別 它就是長條形的 我覺得最好分辨的就是它了 胡椒鮮肉粽 我這種就是初學者 還不太會脫衣服的人 你有沒有 開玩笑耶 不要飽了 當變態 好 這一個就是胡椒鮮肉粽 你看它裡面都是肉 一樣 它的香味其實跟剛剛的香味有點不一樣 剛剛的肉粽它其實裡面有包非常多的料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就是它裡面就是 只有單純的那個豬梅花肉 所以它吃起來的味道就是比較 比較乾淨 就是只有糯米跟肉的那個香味 給你們看一下 完美首飾 吃完了今天呢總共開箱了六款新東洋的肉粽 我自己個人的第一名會是鹹豬肉粽 因為它 好啦其實我個人就是非常的喜歡鹹豬肉 再來的話就是它每一口都吃得到鹹豬肉的鹹香味 然後再配上它那個糯米真的是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跟第三名會是 黑豬肉香腸粽跟培根香腸粽 不過我會給黑豬肉香腸粽第二名 因為它就是一整根香腸在裡面 新東洋不愧是做肉類的 肉類 肉 肉類的專家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你們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對不對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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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可能就只有簡單的開箱 所以呢 我把我最喜歡的前三名肉粽 組合成一個大肉粽 這裡裡面總共有六顆肉粽 我們要來做大肉粽 奇怪我看你那絲保鮮紅都很傻 我絲保鮮紅都很奇怪 我們窩囊一點開 這樣都要破連結鬥 只不過就是濕個保鮮紅 然後再加乳 好 鋪好之後呢開始做大肉粽了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肉粽說是要給魚吃的 避免魚吃屈原的身體 可是魚然後會剝肉粽 好 接下來呢 把它揉成一個肉粽 看起來有沒有很驚人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 鹹豬肉 黑豬肉 培根 香腸粽 名字太長了 然後呢你看一下這個 喔這個鈴 甜辣醬的樣子應該很美 這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火山爆發 玉山 喜馬拉雅山之類的 嗯 好好吃喔 我已經知道這個角角是什麼了 因為它有六顆 所以它應該有不同的角是什麼顆的 這個是黑豬肉香腸 完美爽吃 嗯 它等一下就要散崩了 給你們看一下剖面 而且焦了很多口味 所以你看它這一面 料看起來超濕不濕多的 它掉了 金字塔已經倒塌了 要把金字塔挖下來好了 這一邊是鹹豬肉粽 哇 這一中間的區塊剛好全部都是鹹豬肉粽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米哥 吃到我栗子了 栗子是 培根黑豬肉粽 這很像雞龍粽的 其中一顆豬 然後它放在那個 一個山崖上 究竟你可不可以把它一口吃下去呢 嗯 這一個 這一區塊是培根的 因為它的那個糯米裡面 全部都是培根 培根塊 再配點栗子 香菇 最後一個是香腸的 我們把它當最後一口吃掉 欸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剛好是 我 很喜歡的整條的香腸 這結尾好奇怪喔 吃完了 這次是真的吃完了 今天呢 總共是開箱新東洋的六款肉粽 以及用我最喜歡的前三名 來堆出一整個大肉粽 然後這個肉粽的話就是 呃 用六顆肉粽堆起來了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而且堆起來很像真的就是 就是肉粽本人 欸 它本來就肉粽本人 那很感謝新東洋這一次給我們肉粽吃 那其實他們還有出甜粽 我覺得口味上也還不錯 但因為我本人對甜粽還好 所以就沒有特別開箱了 不過用力還蠻實在 大家還是可以去試試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囉 掰 啊 祝大家東洋節快樂 好吃的午安熱 很多的肥熱 這種是我最喜歡的 人間兇雞我好像形容不太對齁 人間美味 再浮誇是不是